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期天农历是11月28 好 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喂 您好 喂 您好 师父 感恩师父 感恩关心 请师父稍等一下 我把电话给师兄 对不起 师父 好 师父 您好 感恩关心 感恩师父 师父 我今天帮一个同修读一个分享 是一个新同修 师父您听一下 他说世界是这样的 今年的8月7日 是他头部左寸的突然抽痛 冷了三天忍不住了 8月12日 他去医院看神经那颗三串门诊 还做了头部的核磁共振检查 没有找到任何问题 医生就以神经痛 帮他配了营养神经的药 及止痛药 在头痛之间 他坚持每天念经 念经文组合 念白话佛法 8月12日正好第六车念完 他把这群里送读的第六车的功德 祈求观世音菩萨 保佑他 并帮他消除头部的抽痛 当天晚上他就梦见台长了 梦里好像在参加反会很多人 台长走上台讲话 所有的话筒不想 他就过去拿了话筒改台长 台长左手接话筒 右手放在他的头顶了一下 第二天早上 他问了师兄 曾梦记是不是台长 帮他加持 然后急迹出现了 头部的抽痛明显减 8月15日 头部发现三粒水动 又去医院看皮肤科专家 头抽痛的原因 终于找到是带上炮的 他就一边服药治疗 一边念经 念小房子 念白话佛法放生 急迹再继续 8月17日在医院 遇到一位素不相似的热新闻 把他带去明镜 看高手 手指放血 当天晚上又闷见卢台长 他说台长笑着跟他说 我再帮你加持一下 右手又放在他的头顶 还问他开不开心 他说开心 台长说你要好好学佛念经 他说好的 台长又说了 你明天就好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 他说头部的抽痛症已经消失 那带着炮症也消退了 太神奇了 经理法门的念经 念经文组合 放生 念白话佛法 四大法宝 都是灵验 感恩那么大事大悲 就会受到广大灵感 关心 不像摩扫 感恩龙天护法 感恩卢台长 和他一定要好好珍惜 好好念经学佛 师父的法声 师父的法声很厉害 哇 师父太厉害了 他很开心 他一定上到我在节目里 帮他分享一下 让大家都能受益 他因为新佛 也请师父教持他 好 叫他好好地坚持 促使心最难 新佛友们开始的时候 都激动得不得了 感恩师父 感恩到时间长了 就游了呀 明白了吗 好的 好 师父接下来 帮同修问几个问题 同修说他闷到 同修闷到另一个同修 身上有雷性 然后梦里呢 说这个同修还有一个弟弟 雷性呢 让他变得很坏 好像有企划心的 要害人 因为雷性在生 有段时间呢 他说买了 共画共画 就不敢共苦杀 梦里还觉得 同修有段时间 就是走偏了 后来醒悟 同修就一直在忏悔 他请师父姐们 他说他现实是没有弟弟的 没有弟弟吗 就是打胎的呀 他妈妈打胎的孩子呀 还找他的呀 那师父这个他需要大家几张小房子 像这个 像这个一般是21张 但是像他这个不行 他至少49张以上 好的 那那个零性呢 说他用一个零性在生 那个零性需要小房子吗 另外的 零性 加起来68张吧 68张 好的 好 那陈布什写他的药金者是吗 前面可以写他的 他的哥哥是吧 他没哥哥的呀 他弟弟 对 他没有弟弟 就写他的药金者 药金者吧 药金者 不要写灵性 写药金者 好的 好 你们大家记住啊 不能写灵性的 要写药金者 好的 好 感恩师父开始 还有师父 就是上一周 就是不是这一周 就上一周联谊会 有个同修 就是请教师父 关于卖房子的事情 结果他周一周卖掉了 他也非常感恩师父 感恩菩萨 他很开心 看见吗 我跟你讲过了 师父加持的事情 快得不得了 感恩师父 然后师父他现在忘记 是说他刚许愿的第二波 卖房子的 那个房子的药金者 他就怎么写 因为说房子已经卖掉了 没关系的 要要念的 要念的 那还是写他名字 房子要记住 对 因为你要记住 房子刚刚卖掉的话 有的时候还会有反悔啊 还会有纠葛啊 也是的 因为你许过的愿 等于提早兑换了 兑现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不能说 因为你拿了信用卡的钱 你用了 你就不还了 还是要还的呀 好 感恩师父才是 还有是这个梦一天长 同修说 他闷到带一个女同修 梦一时认识的 去找一位法师出家 到的时候呢 寺院已经关门了 而且要票才能进 就是找到另一个开门人 心里之中 竟然想不起 是法师的名字 只是跟他说 就是从某某地 梦一记得是一个国家的名字 回来的法师 然后呢 这个开门人 听说要找这位法师 说不用票 就放同修进去 在一间大殿 你看到很多和尚 同修恭敬对每一位出家 是不合适 突然发现 要找到那位师傅 带着他的徒弟 离开了大殿 他就赶紧追溯 镜头一强 在另一个房间 还没开口告诉法师 梦里另外一位女同修 想出家 那位法师 就对做梦同修 说出家吧 接着法师 把做梦同修的手指 放在他的层边 开始念很小 很小声念咒语 感觉他在把心咒 传给做梦同修 可同修一记也买听听 然后法师说 我已经和菩萨取了 让你出家的大愿 希望你让我完成我的愿望 梦里同修 飞速想再怎么回答 甭想说 让我考虑考虑 但是转念一想 就直接对法师讲 我是有师傅的 这是梦醒了 脑子里觉得 法师的法号是残忍 但是梦里的意思 和他的样子 很像本患长老 请师傅姐们 这是真的吗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有的人是冒充一些高僧大德 到梦里来也有可能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要当心的 因为有很多灵界的那些东西 他们有些动 还冒充菩萨都有的 跟你讲话 他们都可以做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他说这个梦 是不是考他一门精进 考验他 是啊 考验他一门精进 是真的 好的 感恩师傅开始 师傅 还有就是 我有一段 今年的年初 有闷到师傅 陪陪我的后见 跟我讲 不要害怕 然后我当初也没有 很注重这个梦境 我以为是师傅给我加持了 接下来 我就三个月内 接二聊 在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想师傅 师傅告诉你是 给我一种提示啊 对啊 叫你不要害怕 就是叫你要 勇于克服啊 勇于 拥有那个克服困难的决心啊 我当时也没有让师傅结末 我就没当回事 没当回事了 没当回事来了吧 来了 我跟你说 你只要梦中看见师傅 来给你加持啊 或者给你 怎么样 就是一般的都是 教你要克服过去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对 感谢师傅 师傅 还有最近我 就是因为在申请那个身份嘛 就是在一个月之前呢 我有闷到 就是说我身份下来了 那个人跟我讲 他说是因为你是念经的关系 所以你身份下来了 嗯 然后旁边一个人还问 他是申请什么样的方式 然后他说因为他是念经的 然后之后那个人说 你怎么看出他的身份下来了 嗯 然后他说他给了一份文件 说写在第十二页 嗯 然后呢 我就是我的那个护照还换成英文的 我跟我先生又回到了观音堂 因为当时观音堂在半天 然后呢 那个拜见都没有了 就很不好的拜见 我都磕不下去头 然后旁边的师傅说 你必须拜到底 呃 是不是我的曾经问题啊 呃 也是讲到一门津津津的问题 啊 我明白了 好 感谢师傅 呃 感谢师傅 师傅你要多多加说 我最近事情实在太多了 有时候一个像形式走漏一般的 啊 你知道就好了 啊 啊 形式走漏 我告诉你的脑子不清楚啊 糊涂啊 做人的事情啊 以为就是对的 你以为做人的事情就对的 人贪嗔吃慢疑都对不了 人这么自私对不了 不对 不对 好了 对 很多很多业障很深 忏悔 嗯 好吧 感谢师傅 好 感谢师傅 师傅 最后一个问题 呃 2020年翻太岁小房子 如果年龄小于27岁 是每日念27章 还是军季新开始 念和岁数相等的小房子呢 都可以的呀 多念一点 总是好的 至少说 最少要念到 念到自己的那个 啊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好 感谢师傅 师傅啊 最后一个同修 他自己在买房子 他说 能不能用 他的地址证号码 作为车牌号码 不好 嗯 哦 不好 好的 好 感谢师傅开始 好 感谢师傅 师傅 今天就温到这里 我们自己也自己背 好 一同师傅 12月8号 莫方法会员们成功 管真有缘 感谢师傅 感谢师傅 怪一点呐 嘴巴这么会讲 那么多度人呐 不要叽叽呛呛 整天讲人间的是非啊 浪费生命 浪费时间 听不懂啊 啊 明白了 好了 已经好好度了 真是师傅 学会讯性 嗯 再见 啊 师傅再见 嗯 喂 你好 哦 喂 你好 嗯 嗯 请讲吧 呃 讲几杯 呃 第一个问题是 从2016年开始 我们每年的都知道 演出三期间 可以每天念证三波的往生咒 每波是49到108遍 一波作为功课 两波作为自修经文 这样可以很好的消除业障 那今年的冬至也马上到了 我们可以这样念吗 可以的 嗯 哦 好 哈哈哈哈 反而去不自备 礼佛不要念太多啊 礼佛啊 嗯 哦 哦 好的 礼佛 那礼佛有有要最多念几遍 礼佛你一天不能超过七遍的 还是这样的 哦 好 感恩师傅 除了有大的节日里面 这是菩萨的节日里面 哦 好的 嗯 嗯 下一个问题是 同修有一个红色的床单 上面的图案是 金色圆圈中间有一个符字 还有像铜钱的图案 像这种床单能够铺在床上吗 风水上有个什么说法 上面是什么床单上 呃 床单上是有个金色的圆圈 然后中间有个符字 还有个像铜钱一样的图案 应该没问题的 嗯 哦 好 感恩师傅 以后嘛 以后嘛最好嘛 不要 不要有这种床单嘛 也不要有太花花悄悄的字啊 什么东东 是不是太好 哦 就是干净一点的 对啊 因为 因为符啊 画符画符嘛 就是画字呀 嗯 哦 原来是这样 哦 好的 感恩师傅 直接开始 哦 还有同修 当地的观音堂要搬迁 请问整理收拾佛台上的大杯水杯 还有油灯 香炉等佛具 事先请下来 事先请下来洗干净 红布好放起来 还是说 先请下来收好 等搬迁后 放新佛台的时候 再洗干净放上去 这两种方法 哪个更如理如法 你后面一种 比较严谨呀 菩萨很喜欢呀 因为你用心在爱护呀 听得懂吗 哦 好的 好的 当然师傅 开始 然后还有一个 是一位六岁的小佛子 每天跟着家人念经 他问学佛念经的人 最后会成什么样 同修 想问他怎样回答 才能让六岁的小孩子理解 你说学佛念经的人会怎么样 第一不生病 第二不发脾气 第三整天嘻嘻开开心心的 嘻嘻哈哈的很开心 第四从来不记人家仇的 你问他小朋友吵架 人家记他仇他难过吗 你记别人恨难过吗 你这些不能诱导 诱儿教育 你不能开始先做起来的 哦对对 是的 好 当然师傅慈悲开始 还有同修梦到 另一个同修去他家 做梦人的家里 蹦出来好几条寂予 对方说把鱼放生吧 对方同修走的时候 说要做梦人家里的碗 于是就拿走了两个碗 请师傅解梦 做梦抓到什么 就是有另外一个同修 到同修家里去 然后他家里 蹦出来好几条寂予 对方就说把鱼放生吧 然后然后又做梦 活着什么了 活着什么了 呃梦里是鲫鱼是说笨起来的 哦那就好的呀 应该有利益的呀 哦 但是他如果 他如果经受不愿 经受不起考验 把那个碗里面把鱼 鲫鱼煮了吃了 他就是梦考不过呀 哦 意念当中 如果想把这个鱼煮了吃了 也是梦考不过呀 哦是的 然后那个就是另外一个同修 去他家里嘛 然后 这个 他家里的碗被拿走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梦到 家里的碗被拿走了 要有要当心了 虽然有利益 最后拿不到 哦好的好的 但是我指费开始 嗯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关于已婚 已婚人是梦里又结婚 你再归纳是否正确 第一个解释是说 如果梦里 适合其他人结婚 说明现在的婚姻有冤结 要特别当心 要多念经化解 然后第二个解释是说 如果梦里结婚的对象 是现在的丈夫或妻子 就说明两人本来要离婚的 现在念经后已经化解了 是这样吗 你就不要讲他们的好了 直接问我们就好了吗 哦对 你已经问我了 你还要把他们两个观点 讲出来干嘛了 他们讲出来 总归是师父讲的对的了 哦对不起师父 接地瓜拉讲了一大堆 我血压都高了 我根本听不懂你讲的 他们两个什么意思 你就告诉我这梦怎么讲啊 就是已婚人是他梦里又结婚了 很简单了 已婚人是是活着吧 呃活着的 活着的已婚人是又结婚了吗 就是有两种一种嘛 就是他的未来可能会离婚再结婚 哦 还有一种就是他过节呀 哦那是那是什么节呢 就是他两个人感情节呀 本来会离掉的呀 哦 啊他有他有新的女人的话 再结婚的话 说明他老的女人 不知道把他赶 就跟他拜拜了呀 哦好的 那如果梦里和其他人结婚和 还是说和自己的 呃妻子或丈夫又结婚了 这有什么区别吗 听不懂啊 呃就是就是 如果梦里是和其他人结婚 是什么意思 跟其他人结婚嘛 就很简单了 就刚才讲了呀 一个不跟他老婆拜拜了呀 那那他又梦到 就是又有些人会梦到 他的结婚对象是 现在的丈夫或妻子 什么叫现代的了 现在的就是他 他又和自己的丈夫或妻子 梦里又结婚了 哦又结婚了 那两个人从归于好呀 这是真的呀 哦 除非他想离开过他老婆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呀 哦好的好的 感恩舒服自卑开始 再一个问题是 同学梦见在海底开车 海底居然有白白的雪 吐在地上 请师父解梦 这还不懂啊 龙王老爷的地方呀 也有路的呀 当然有路的了 哦好的 感恩师父自卑开始 还有就是同学想问 去上坟的时候 在墓地可以轻轻放百人 大悲咒吗 会不会惹事 可以的 应该可以的 自己不要影响到别人 自己听了就好了 哦好的 感恩师父自卑开始 自己念经不更好 哦那那是念什么经 念经呀 念大悲咒呀 轻轻的念呀 好的 感恩师父自卑开始 嗯 还有同学梦到一个女的 到他家对他说 因为坟上 有各种各样宗教信仰的人 你看百人大合唱的话 有些 有些是其他宗教的呢 你都不知道啊 你不是惹事啊 你要听不你自己听 要念不自己念呀 哦好的 感恩师父自卑开始 嗯 还有一个梦境 是同学梦到一个女的 到他家里 就他说 你和你儿子为什么身体都不好 因为你家房子的周围 有很多灵性 你的灵性有十多个 你儿子的灵性也有十多个 这个梦是说明 小房子要给自己和儿子的药金者 还是给房子的药金者 你说什么 对不起师父 哦 我重新说一下 同学梦到一个女的 到他家里 对他说 你和你儿子为什么身体都不好 因为你家房子的周围有很多灵性 你的灵性有十多个 你儿子的灵性也有十多个 这个梦是说明 小房子要给自己和儿子的药金者 还是给房子的药金者 就是呀 给房子的药金者 给他的药金者都一样啊 十几个是冲他来的 十几个冲他儿子来的呀 哦 是这样 那么就好了 哦 好了 但是师父 得开始 还有一个问题是 店铺如果挂中的话 是挂在进门右边 还是左边 店铺啊 嗯 挂中啊 对 风水上 风水是上来讲嘛 最好是 中因为是属阴的呀 嗯 挂在右边呀 不要挂在左边呀 哦 好的 左为上呀 右为下呀 上就是属阳呀 下面就属阴呀 嗯 好的 喂 你讲给我听听 为什么中是属阴的啦 因为 你要说送中的话 就是中 是同一个阴 哈哈 还会憋呢 哈哈 谁会吃我 我问你呀 嗯 我问你呀 你想想看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吧 一个大钟放在 很大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属阴了呀 哦 因为时间它是流逝的呀 哦 少 一天一天少了呀 没有了呀 没有是不是属阴的啦 哦 原来是这样 哎 为什么手表要 藏在里边呢 有谁手表戴在额头上的啦 没有人戴在额头上 哎 可以的呀 你戴好了 属阴的呀 时间它会流逝 它是属阴的 所以要藏起来 哦 好的 哦 原来是这样 啊 啊 现在学到知识 嗯 那那钟可以挂在 大背后的旁边吗 如果属阴的话 这都没关系的 大背后它属阳的嘛 哦 那挂钟挂在 进门对面的位置 好不好呢 跑进来 一进来 就看见钟的话 就等于对客人不好呀 把人家赶走呀 哦 原来是这样 啊 过去古时候 人家家里对门 不能放钟的呀 一进门就看钟嘛 就叫人家注意时间 哦 啊 你看看 只有单位里 才挂这个钟呢 啊 你迟到了 你早退了 你说礼貌不啦 哦 对 哦 对 哦 感谢师傅 指挥开始 呃 还有一个问题是 同桌梦先坐在椅子上念礼佛大唱悔文 同时在椅子上大便 请师傅解梦 宵夜 宵得太惨了一点了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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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场宵夜 也不能这么消法吧 影响公众了 卫生了 哈哈 是的 嗯 好 还有一个问题是 有一位师兄家要设佛台 做好的新佛台布 师兄放洗衣机里面洗了 这个佛台布还能用吗 放洗衣机里洗了 对 就是佛台上的布 啊 没什么呀 哦 那还是能用的 对吧 对啊 哦 好 感谢师傅 指挥开始 呃 师傅 我能念一个风响吗 讲吧 哦 好 就是 有一位新同修在学佛前 他的妻子被查出乳腺癌扩散 肝癌晚期 还有四个淋巴结病变 而且癌细胞扩散的非常严重 肝部的70%都是癌细胞 只剩下30%的正常细胞 第一家医院表示他们没有能力接手这个病 就建议他们回家 同修不想放弃 转去市里的大医院 医生安排妻子做化疗 可是化疗后 本来就身体很差的妻子情况开始急剧恶化 发烧 食不下咽 肝部肿瘤也开始生痛 还平凡的腹泻 身心受着巨大的折磨 化疗八天后 医生说放弃治疗 让他们回家等待生命的结束 说妻子只能过一到两天 甚至可能在回家的途中就会死亡 好在他们还是安全到家了 但当时妻子已经阴阴一息 全部整个口腔以及喉咙全部被 真正 你知道吗 有些病就是这样的呀 治疗了不好会激活的 就来势汹汹 一下子就突然间很厉害 然后他咽口水都疼 喉咙里还总是有痰 而且还不能躺下 一躺下就呼吸困难 还不停的腹泻 只都止不住 后来同修的爱 二姑给他发了一个心灵法门的链接 同修起初并不是很相信 但他还是打算试试看 接着又联系到了同城的同修们 同修们也积极施以援手 照料他们怎样念经 帮助他们放生 给同修妻子送大杯水喝 直到妻子许愿吃素 十天不到 妻子就开始是奇迹般的好转 同修都被妻子恢复的速度给惊讶到了 本来一个在病床上奄奄一息 医生说只能活一两天的人 开始能进食 能走路 到现在已经能做饭和洗衣服 基本的生活体局已经完全没有问题 去医院检查各项指标 恢复正常 含死包 在不断缩小 妻子现在坚持年轻 情况在增加不断的好转 关心屠下真的是大大杯有求必应 感恩关心屠下 感恩师父 这么好的灵验故事 要叫他到法会上去讲啊 他有功德的 是的 而且叫他不能停的 他一退转马上复发 对对对 听得懂了吗 是的 好的 那师父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把电话号码写在红纸上 接在电门 电门牌的扁上会影响生意吗 把什么东西啊 电话号码 贴在红纸上写在门边上 贴在电门牌的扁上 干嘛啦 什么电话啦 就是可能他们店里的联系电话 那可以的 没关系的 没关系 好 感恩师父 直备开始 我经常的问题就问到 好 再见 请师父保重身体 我告诉你 这种菩萨救下来的人 你一定要叫他做功德的 要叫他健身说法的 不健身说法复发就麻烦了 守人的 是的 所以很多上次有一个人就是的 他以为是医生搞错了 后来 开始的时候自己许愿放生念经 等到好了之后 他说医生搞错了 好了复发了 是的 其实就是同时候一定要均持下去 其实菩萨只是给他们一个像担保一样 对啦 给你一个担保把你假设出来的 对 你还是要看你直修之后你就好了吗 你假设没问题就放 真的是释放了呀 是的 好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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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好 喂 哦 师父 师父 师父请安 啊 师父 那个 有几个问题 请知道师父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问过 你这个电话 你这个电话今天有杂音啊 你稍微嘴巴 嘴巴离远一点 杂音很重 有杂音 现在好了吗 差不多 我不知道你的电话问题 差不多 不到外面知道 不是啊 傻姑娘啊 是电话电流问题啊 你这个电话可能要换了吧 电话要换了 好的 那我们让他换电话吧 今天好点吗 我们关键堂就屏蔽比较厉害 可能序号就比较杂 现在好点吗 还是老样子 还是老样子啊 那我先问吧 师父 我尽量讲清楚一点 我不知道这个梦 他刚才有没有 师生打进来问过 就是有个师生梦见 另外一个 这个灵性已经让那个人 变得很坏 并且有计划的去害人 有段时间就走偏了 再后来 那个时间醒悟了 听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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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咋办 你这会 你这会再打打看了 嗯 啊 现在还是听不听是吗 啊 他整个这咕哇咕哇 咕哇 很吵的 嗯 嗯 那哎呦 挺棒的 那个 那我问另外一个 你简单点的 你看师父 你看到可能听得见 就有一个同学家里有 就说 那两米的树 已经死了很久了 他问 已经死了半年了 他问 如果要砍掉的话 还需要念经吗 总归要念的 还是要念是吧 对 他 树有根 谁有缘呀 他有 虽然死掉 树死了 但是根还在呀 哦 那要念多少呀 还需要念着 像现在嘛 你最好嘛 一棵树嘛 给他念个七章了 嗯 啊 一棵树念七章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家里还有个运柱呢 快生了 那是不是要等等呀 什么东西呀 听不清楚啊 家里有个孕 有一个孕妇 快要生产了 快生孩子了 嗯 要等等吗 就是砍那个树木啊 嗯 对呀 要等生好 那当然了 现在先不要动 嗯 哦 明白了 明白 好的 师傅 再会再打 再会再打吧 听不清楚 好的 嗯 感谢师傅 哎 烂电话们 换换掉了 好了 烂电话 换掉 好的 拜拜 好 谢谢师傅 拜拜 喂 你好 喂 师傅 你好 师傅 你好 弟子给您请安 哎 感恩师傅 感恩菩萨 哎呦 现在师傅的变化是越来越难打的 现在 哎 哎 感恩师傅 今天弟子呢 分享一个同修的分享 请师傅听一下 感恩师傅 感恩大大辈的观世音菩萨妈妈 再次分享一下 我先生最近经历的生死瞬间 我是来自山东的同修 已经修行两年 吃旋速 我的先生上午开车在高速路上 病道时被一辆大货车追尾 整个车被撞烂了 车上的两个人都完好无损 真的太神奇了 当时车被撞上后 转了好几圈 又撞到了路边的护栏上 交警看了监控路向后 都觉得不可思议 说这种情况人怎么都得重伤 而且如果后面再来一辆车追尾的话 整个后果不堪设想 万幸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太感恩了 真的只要全程的许愿念经放生 修心修行 菩萨妈妈时刻在我和我家人身边 忽悠着我们 以上是我先生的真实经历 迫不及待分享给大家 感恩大大辈的观世音菩萨妈妈 感恩师父 如分享的如不如理不如法 请容天护法菩萨原谅 请师父原谅 像他这种情况吗 就是菩萨给他挡了呀 是师父 这种事情很多的 现在有很多天空录像都拍出来 拍有时候拍得出有一个白衣 白衣的影子 像个人一样出来帮人家挡一下 是这样 真的是非常感恩菩萨 一直保护着我们 感恩师父 今天师父今天弟子呢 没有多少问题 只有两个小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师父就是我们给同修社佛台 他家里呢 本来有一个小佛台供奉的 也是观世音菩萨 我们给同修设好新佛台以后 把小佛台的菩萨 请到我们的那个新佛台上面 还需要念七七七吗 小佛台请到大佛台啊 对师父 不一定的 在一个家里就没关系 在一个家里就没有关系 就是在旁边那个小佛台 要请到旁边 我们设置的大佛台上 应该没关系 应该没关系 好的师父 那师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同修家种的树 已经死亡了 我们把它拿掉 需要怎么做 刚刚有人问过了 有人问过了 没问清楚 刚刚刚他问的 因为听不清楚 师父是这样 就是同修家种的树 这就刚刚已经讲了 叫他念 叫他念念什么呢 念这个 也是要念七张一棵树的 而且对家里 他可能家里有孕妇啊 不能不能动 不能动 那如果是师父 就是说这个树呢 是活的呢 也需要就是七张 对吧 活的不一定 活的不止了 二十一张 活的就是二十一张了 好的师父 那师父今天 今天跟您再讲一下 就是 这两天做了一个梦境 特别真实 就是跟师父分享一下 因为是在梦中 对吧 弟子正在往前走 突然之间不知道哪里 就一道能量 突然就击中了弟子 然后呢 就是感觉就像身体 就失去了控制权一样 感觉自己的灵魂 被关了起来 被拉到深深的 就是说身体的里子内部 而且吧 就是我感觉外部 就是说我的身体 对吧 就好像就是喝醉酒的一样 不受别人控制 就像是得了神经病一样 然后呢 弟子马上就说 那个 呃 这怎么说呢 就是 那个 那个 马上就是 反抗 对 第一是反抗 第二呢 马上就是调整心境 不要慌 不要慌 就观世音菩萨 然后那个时候 对吧 连经文都想不起来 然后呢 我马上呢 就是把心放进 然后呢 马上想起经文来 经文刚读了三句话吧 一股能量 啪 就把那个那种东西 就给弹住 把我身体弹出去了 弹出之后嘛 我就马上恢复 都控制权 然后我一出来一看 哎 这什么东西啊 然后呢 他就跑掉了 师父 你被灵性轻生了 是师父 啊 灵性上你生了 结果被你弹出来了 对对 你很厉害 如果灵性上生 你就是个神经病了 听得懂吗 对对对 听得懂师父 那感觉特别 听说就感觉 就是师父帮那些 那个看涂腾 灵性 就是说那些 同修治疗一样 对对对对 就是那种感觉 其实的本灵嘛 都知道 但是呢 也说不出来 就被控制住了 师父说 你要读多少张 小杂子给他们 然后呢 他们一开心 一走掉之后 马上就恢复正常 真的是 灵性走掉了 就哎呀 没几个人懂的 所以我跟你们说了 你们自己 真的很可怜 所以要好好的 珍惜师父啊 我跟你们说 我跟你们讲 多少年 等到自己碰到了 你才相信师父啊 多可怜呐 是的师父 因为弟子 感受特别清楚 就跟师父 就是师父 帮他们治病一样 只要灵性一走开 马上身体 就会得到自己的控制 然后呢 就是正常人一样了 如果就是说 一只灵性在身上的话 就像我刚才 就是说那梦中一样 被人控制 想 想挣扎都挣扎不出来的 就是这样的呀 现在明白了吗 现在明白了 感恩师父 感恩菩萨 现在呢 弟子的太太 已经怀孕 明天呢 就35周了 然后呢 等到师父法会结束之后呢 就可以正常的 那个就是 孩子可以出生了 对生产了 感恩师父 请师父消灭一下 师父你好 你好 弟子给师父 关心菩萨 请安 祝师父 下个月法会 也蛮成功 感恩师父 感恩关心 菩萨 一直加持我 请师父 保重好身体 你自己情绪 要保持好 如果你情绪 不好的话呢 孩子以后 也会很 很闹的 明白吗 明白明白 但是你也不能压抑 他压抑的话 孩子以后也很容易忧郁 听得懂吧 OK 所以要心情要开心 要化解 明白了吗 好了 明白 thank you 再见 再见 感恩师父 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 感恩师父 自在加持 师父再见 师父您保重好身体 喂你好 喂师父好 你好 喂 喂 师父好 弟子给师父请安 谢谢 对不起 有点紧张 那个弟子有 今天 同修各自一辆 各自飞 不让师父飞 弟子有几个问题 请让师父请教 就是有同修 他做那个帖子链接 然后那个帖子里边 都是心理法门的内容 他花了很长时间 整理出来的 然后他帖子下面 有他的那个 个人联系方式 然后别的同修呢 把他整理的内容 复制走了 把下面的联系方式 换成自己的 他这种做法可以吗 就是别的同修 就换成自己联系方式 等于是别人看这个帖子 就是加这个第二个同修 要特别当心 好吧 当心什么呀 当心呢 就是说因为 现在很多人用人家的电话 用人家的信息啊 所以不要把私人的电话 随便发在上面 哦 对 他们的家的一般都是微信号 因为他就是 那个第一个整理的事情 就是 就第二个换联系方式的同修 他就想自己 把别人整理好的东西 自己复制一下 就拿走了 这样算不算出道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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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是说 这同修整理完了 越来越多人去看 很多人去转发 包括别人 就是复制完了 再去转发他整理的内容 就第一个人 也是有很大的功德的 对吗 是啊 哦 好的 好的 答案师傅开始 呃 那另一个问题就是 呃 师傅讲过 尊师重道是大愿 那我们拜菩萨说 是不是也可以许愿说 今生一定一门精进 呃 尊师重道 其实呢 我告诉你 我 你今天讲了 我就告诉你 其实你要是许个愿 说尊师重道的话 其实很容易做到的呀 你要是许个尊师重道的愿 那是个大愿的 可以把很多人的身体啊 处于很危险的地方 他都能用这个愿力 来抵消很多业障的 哦 所以很多人都不懂 不会用呀 所以你今天讲了 我就告诉你 哦 那个之前那个法会上 您说过 那个期许愿求修的话呢 可以需要百分 三分之一的业障 那这个许愿 尊师重道的话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概念 哦 也差不多 差不多 比他还大呢 嗯 哇 因为你要知道 尊师重道的话 你想想看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尊重你的老师 你是不是学习就学得更好啊 是的 是的 你如果你今天学佛 你跟着师父 你连师父都不承认 你说你这个佛法 白学了吧 对 你说 你说这个能量大不大 你告诉我啊 大的 非常大 就是等于比方说 你举个简单例子 我今天皈依观世音菩萨 学佛 你说你尊重观世音菩萨 尊师重道 你说这个功德大不大 大的 好了 还不懂啊 如果你不跟着观世音菩萨学佛 你是不是已经退转了 是不是已经自己已经懈怠了 那你说你还有什么功德了 什么功德都没了 变成福德了 现在知道尊师重道 为什么这么重要 现在很多人不尊师重道 不管哪里都是这样的 吃大亏的 很多人都出大事了 知道吗 就是因为尊师重道 做的不够 你说呢 是的 我就举个简单例子 你爸爸妈妈把你养出来 你妈妈从小 寒心 如苦的把你养大 你说你不尊重自己的母亲 不尊重自己的爸爸 不尊重自己的妈妈 你是不是也是不尊师重道一样啊 是的 不尊重孝道 没有孝道的话 跟跟尊师重道一样的概念 但是尊师重道 更比孝道还要厉害 明白了吗 所以很多人不懂啊 你要是实在没愿许 许的话 你还是跟着师父 很尊重师父的话 你这个愿力就会给消掉你很多业障的 好的好的 那如果我们许愿尊师重道的话 就生活中要注意什么呢 那第一呢 不能怀疑师父啊 对师父要尊敬啊 师父讲的东西先好好学啊 理解的先要自己也很开心啊 不理解的也要好好的慢慢研究啊 师父是不是讲的对啊 你至少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小时候读书 老师讲的东西你要听了 要的 老师跟你上课你什么都怀疑啊 你说这个同学还学的好不了 还上这好课不了 学不好 好了 明白了吗 明白 那个比如说有一次 就是在 有一次看到那个 第一 初三弟子开市 然后下边有师兄 他坐着说就坐姿坐姿 他就双手交叉在胸前 当时看觉挺便宜的 他像这种 他就是如果他是弟子的话 是不是也属于他不尊师重道了 对了 如果他有意的 那就是不尊师重道 如果他不意的 那么他要好好教育他 如果教育过之后又忘了 那就是不尊师重道了 哦 对 我看到那个东方台师兄啊 只要师父就是一过来 然后呢 东方台师兄都是鞠躬 去到九十度 非常非常的 前程就看到他们在尊师重道做的 非常 对啊 你过去 你想想看过去 过去学堂里面的小同学 看见老师过来了 也是这么鞠躬的呀 尊重呀 对对对 你说对人家鞠躬的话 老师是不是教你更多东西呀 是是 你不要说老师了 你就是到到饭馆里面去 你从服务员客气一点 服务员给你点的东西也好一点 你或者从厨师好一点 你从你老婆鞠躬 你老婆说不定帮你烧的菜都更好吃啊 这不对呀 对对对 明白 你好的 不要磕头就是了 一磕头嘛 人家就帮你背了呀 哦 好的好的 那个 刚才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啊 比如同修修得很好 让师父很开心 很欣慰 那是不是同修他就 这个就有功德了 哎呦 大量的加持哦 如果师父对这个孩子特别满意的话 你想想看 这个不是真是重道问题了 这是 这是法喜充满的 让师父法喜充满的孩子 你说看能不加持吧 你告诉我呀 哦 是的 是的 好的 那同样就是说 如果说 有时候您可能这孩子不轻化 您训斥他 然后呢 他不接受 然后或者说让他做一些事情 让您很不开心 他这个就会有业障 对吗 你说呢 如果一个老师跟一个同学说 叫他好好的 他就不好好的 你说这个孩子有没有缺点呢 有没有业障啊 有 有 嗯 好的好的 那个刚才您提到就是夫妻之间 比如跟夫妻鞠躬什么的 就这个其实就讲那个夫妻相敬如宾 嗯 师父 用不着鞠躬 用不着鞠躬 过去古时候是鞠躬的 现在呢 相敬如宾就好了 你尊重他 他给你做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谢谢 哦 不管谁跟我做件什么事情 师父都要谢谢的呀 哦 对 你就是要尊重别人心中要这个感恩心 对啊 你几岁啊 三岁啊 只有 对不起 这么大的人呢 提出来这些问题都是幼儿园的问题 从小就应该懂的问题呀 哦 好的 明白明白 好的 感恩师父 那个 接下来有一个那个 好像是您的法生开示 请您 呃 验证一下 然后这个事情呢 是有个前提 就是某个供修组的有位同修 供修组的师兄花了很多精力培养他 让他从初学者到红法精英 他本来是专职红法 他经济困难的时候呢 供修组师兄还会给予他帮助 最近他突然改变心意 恋爱了 准备结婚 一旦他结婚生子 大半精力都会在家庭和事业上 红法精力肯定会减少很多 然后供修组的一位 呃 A师兄对他的选择非常难过 感觉很遗憾 然后A师兄接到了 好像是师父的您的法生生开示 然后呢 开始如下 对于一个不开悟的人 会想两者皆拥有 怎么可能 你告诉我 必须要取舍 学佛学法 为了什么 你告诉我 为了超脱流道 而你明白 你却做不到 那没办法 人间的事情也得做 佛法的事物也想管 不可能的 现在他没有这个福气 有些人的确可以兼顾两样一体 但是 那也是人家前世积福积德的福报 一般人是不会有这个福气的 你去看好了 他如果选择了婚姻和家庭 就面临着烦恼接踵而来 不是那么简单的 处理佛法上的事物可以井井有条 处理家庭就会全是烦恼了 没办法的 谁让你出生在人间呢 法师也是人 人家有境界 人家为了超脱而牺牲自己的小家 去融入大家 这就是法师 这就是境界 人生面临着很多选择 有的人选对了 就一步登天 有的人选错了 就一臭万年 人生就是轮回 转来转去 出不去就是一个漩涡 能够走出来的人少之又少 所以 为什么师父说 修佛者千千万 成佛者一两个呢 不是所有人闻到佛法 修了就一定成菩萨成佛的 都是命 都是自己的觉悟 自己悟性不好 自己悟性不高 来历又不好 今生闻到佛法 本应该争取 而不应该为了儿女私情 而放弃佛法 放弃的不是佛法 而是自己的惠命 不光你觉得可怜可惜 佛菩萨何尝不是如此 用心培养的弘法精英 最后却因为感情的因果 而选择另外一条路 菩萨也觉得很可惜了 他本人不会觉得有什么 会觉得自己还是继续学佛 以后也是要度人社佛台的 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变化 为什么大家对他的选择 这样忧心忡忡呢 劝也没有用了 心都不在这了 已经想到美好的未来了 说再多有什么用呢 还不如组织好自己的团队 重新培养新人 好好弘法度人就好了 不要难过 一切随缘 心里平静一点 没有什么的 不是还有弟子背叛师父吗 师父也是心里难过 不过难过难过就过去了 就没有了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 我们不能干涉人家 人家学佛也好 不学佛也好 我们都是随起你 散叹你 心中无私千地宽 没什么 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到了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修成菩萨没那么简单的 你以为你学佛了 你是弟子了 你就能修成了吗 弘法的路是艰辛的 是不容易的 学佛的人多了 有一点困难 磨难就退缩的人 数不胜数 你都能救吗 你都去可怜他们 带着他们吗 你有这个能力吗 而且自己修成修不成都不知道呢 你还在这儿 夜夜挨丝绸得不得了 有用吗 你以为成菩萨这么简单的 念念经就修成了 立立佛台就业障没有了 全是一步一步靠行的 不去做怎么能行 想当菩萨不走出去怎么能行 如果今天师父我坐在电台里 喝着茶水 打电话度人 不出去能行吗 不靠师父的情愿 去做 去开法会 能行吗 只靠着在家度几个人 你们差老远了 还为别人操心犯愁 想想自己怎么把自己修上来吧 人间一切不可得 都是假的 都是空的 唯有功德才是最终上天的通关时啊 一切都是发心最重要 发心大 则功德也大 师父走了 请师父开示 哇 这个人很厉害啊 哎呦 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真的是 他接到的是师父的开示啊 对啊 那个口气都是师父的平时说话方式 全部都是的 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啊 他还记得下来啊 这个可以发出来的 这个是绝对是师父的开示啊 好的好的 感恩 感恩师父 那针对这个有几个问题 就有的人他红法事情做得非常好 但人间的事情却不擅长 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他注定是要红法 是这个吗 有的人天上下来的呀 他红法就好呀 有的人是投人 溜到轮回上来的 他就算闻到佛法 只是前世 多少世当中曾经有过 佛法的这种理念呢 或者怎么样啊 那是不是说 比如他是人道来的 他可能之前也在人道 因为经历的人道 对人道的事情比较顺手 所以就是在轮回中 他做人道的事情很擅长 对啊 对啊 那如果有的人天上下来了 本身应该图报是很大的 为什么就人间的事情感觉就做不好呢 就比如工作也不顺利呀 很简单啦 他天上下来 你当然在人间不顺利了 你想想看天上多顺啊 想干嘛就干嘛 你跑到人间来 你到这个环境不一样了呀 对 你比方说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一个小孩子生出来这么可爱 这么天真 这么纯洁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说慢慢长大到社会上 你说你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吗 不可以 被人家打都打死了 是 听懂吗 哦 明白 被人家排挤都排挤死了 好的好的 好感恩师父 那像 比如像那个想结婚的同修 那是他的缘分 他的选择 但对于想一世修成 出六道的人来说 最后还是要不断的 是不是要还要舍啊 舍掉很多东西 就是 想想看不就知道了 想想看了 你是 时间 你今天我们我们放下好吧 把人再放第一档好吧 嗯 好吧 讲了不好听一点 狗啊猪啊 这一类羊了 你你头那头羊 你是不是一定要生羊仔了 是 那你 那你你你你你今天是人 你一定要生人的呀 对不对啊 对 那你苦那那你如果今天是菩萨的境界 你会会生吗 啊 对不会了 你说一个好好的一个女孩子 你看看就是弄了个肚子这么大 你看看 哎 不讲了 这种不能讲 明白 那好的 就是明白 要一学 那那那那你们为什么学学学法师了 我不知道呀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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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的这么多的庙里边 那那么法师为什么叫叫要出家了 我也搞不懂了 你们你们来给我解释解释呀 因为他们是为了成佛 所以放弃了人间的事情 放弃人间小爱 人间那他们他们对不对了 对了 他们好他们这样好不好了 好 对称呼来 那么我们人应该学好还是学学不好了 学好吧 啊 那么就学了就这样了 对 忍仗咯 你说做好事累不累了 帮助别人累不累了 帮你骂呀 那么你要不要做好事了 要 继续做 好了 你被人骂了你就不做好事了 对不对 继续做 有一个有一个法师救了一只蝎子 一只蝎子扎了他手一口 结果扎了他肿起来了 人家就说了 蝎子你去救他干嘛了 你管管你什么事 你去救他干嘛了 你看他最后他还是咬你 你法师怎么讲的 对不对啊 蝎子的本质 他是喜欢咬人 对不对啊 但是我们学佛人的本质是慈悲 我们不能因为蝎子的咬人不好 来改变我们的慈悲的本性啊 对 是的 好了 就其实这个也回到那个如不动 就是我们的初心不改 你老公 你在学佛 你老公没学佛 你老公那么天天骂 你打你 那你不能因为他做的不好事情 你也天天骂他打他 对不可以 那就是因为我们是学佛人啊 我们不能打人家 人家污蔑诽谤师父 你看师父回人家不啦 有什么好回的啦 嗯 对不对啊 你是菩萨 你就不要去回人家 你是自己学佛人 他不是啊 他要骂人打人呢 他是什么素质 你知道吗 就好了嘛 对啊 对啊 这师父 你的海洋非常好 没有 好好向你们学习呢 都是跟你们学来的 没有 我们跟师父学 感恩师父 师父辛苦了 嗯 那个像比如说 在人间有一些慈善的不好啊 他们做了很多 他给给世人做了很多舍的表法 就在尤其在钱财上 他等于是引导很多人去信佛 入佛门 但他们中很少有人可以像师父您一样 您做慈善也能深入佛里 让信佛的人就是能够进一步去学佛修佛 那他们像这种不能深入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问你有几个人能够成观世音菩萨 能够成成菩萨的啦 有几个人能修上去的啦 你去问问 同样一个班级里 三十个学生都在一个老师上课 为什么有的同学读书好 有的同学读书不好 你去问问老师呀 一个用功呀 一个不用功呀 一个开悟呀 一个不开悟呀 对对 一个人家拥有慈悲心呀 一个不肯 不肯把自己慈悲心拿出来呀 好了 听不懂啊 明白了 好的 那像做慈善的话 是不是等于是在做入室功德 他入室功德是不是最后就成了福报呢 他如果不好好的把它上升到菩萨的境界 那么就是入室功德呀 好的 那就如果在修行中 比如说因为生病或者有什么事情去求 然后而去放生念经做功德 那这种他也他算是入室功德吗 他的功德用掉了呀 他比方说他生病 或者他家里爸爸妈妈生病 他做了很多功德 是功德呀 功德没用掉了呀 用掉没了呀 哦 用掉没有嘛 功德用掉人间那么就变成福德了呀 哦 还有一些找钱嘛 就是福德呀 嗯 好了 哦好的 那等于是像奔着超多六道 就都捉出的目标去学佛念经 还有像法师一样 就是为了成佛 为了既然宏伟的目标去学佛 那这种呢 就等于是就出事功德了 对啊 对啊 因为他不为所求啊 叫无求呀 嗯 对不对呀 无所得呀 嗯 一个叫有所得呀 哦 无所得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想去为某一个目标去做很多事情 嗯 对不对啊 对 好的 对 有一期节目好像说就是有人梦见一搜法船上有七十多个人 后来你说可能是有七十多个能修成 但是在更早期的有一期节目是说 三百多 对三百多个人大了莲花 就说那七十多个人是不是针对某个地区的并不是全世界的 有可能的 现在目前我我相信 我相信这么多弟子当中三四百人应该是有的 没问题 好的好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嗯 那个现在还有一个就心理法门的很多有很多年轻的同修 他一种人呢 他是自力更生一边工作一边红法 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很少几乎不工作 靠着家里自助 他把这节省下来时间全部用来红法 对于第二种呢 就是有 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觉得可能会不会不够独立给家人造成负担 而且人生无常 万一家人离婚或者家人早逝 那就这个不上班的人 人家已经有福气了 人家悦念经家里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去讲人家这种人天天在倒霉当中的 啊 他已经在倒霉当中了 他天天去怀疑人家家里以后出事怎么办 这种人就是没有福气的人 听得懂了吗 明白 有福气的人已经在福气中了 啊 明白了吗 好的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那那个就是说 还有一个就是 你讲唯有功德才是最终上天的通关时 功德很重要 那还一个就是 如果说这个人自修 他不助人或不出去做功德 他最后生文员觉到 因为他们境界高 但是功德不够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花很多精力去做功德 不注重境界修行 他最后会得到什么果位呢 会成就功德 福报呀 他如果没境界的话 他怎么上去了 你就搞慈善家 下辈怎么再投个更大的钱的慈善家呀 有钱人 有什么用了 没用的呀 那是不是有可能也会上天 但是就还在六道之内 遇见天下四个天下 绝对会上天的呀 这种人 你看看现在在社会上很多人做善事 做到后来 做到后来 就是说上天 上天肯定上去呀 就没出六道 有什么用了 白修了不是吧 嗯 对是 还有下来的 嗯 那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说他花很多精力做功德 因为他不注重心情 会不会导致就是有时候可能烦恼了呀 看见什么事情不顺眼 导致他的功德漏了 漏了更厉害了 嗯 我告诉你不修心的人看谁都讨厌的 就像你自己做了功德 你还是讨厌别人的 嗯 听不懂啊 明白明白 这个世界上我告诉你 没有境界的人一天都活不下去的 看谁谁讨厌 就看是什么事不顺眼 啊 什么事都不顺眼的 对不对啊 最后看见最最后喝的醉醺醺的照着镜子的时候说这里面谁呀这么讨厌呢 看着我干嘛 好的 明白了 感谢师傅 那像现在在做功德那个做功德的时候我们有两种情况 一个就是他注重量 比如说发单子要多发 见群了呢 就是谁就是多 这群里边人一定要越来越多 还有一种呢是注重制 就是说发单子 我这个人转进去我跟他讲 我那样少发点 我花点精力跟这个人专注于这个人身上 跟他多讲点 让他能够更好地了解法门 在见群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希望这个人 对心理法门有一点 起码有点了解之后再进群 而不是说他讲学佛 什么都不知道 直接就把他拉进群了 所以这两种 一种是注重制 一种是注重量 有哪种更合适呢 注重量注重制都要 没有制哪来的量 有量没有制 等于没量 听懂了吗 明白明白 那这个就是说 比如说我就度一个度一个人 我们度一个跟进一个 然后呢 比如发书的时候 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想进行做法 你觉得越多人拿到越好 量到量 量 量变 达到事变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度一个就跟进一个 保证他能好好的学 然后了解心理法门 帮助他提升境界 在他身上花的时间多了 那他处于这个度 人的数量可能会稍微少一些 对啊 那这两种情况呢 就是都可以是意思吗 对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就跟你说了 你记住了量 是什么 量只是一个数量 质才是最重要的 你今天做一个是功德 和你做很多的善事 它是一个质变的 你如果今天做一个功德 就叫功德 你今天做一百个善事 叫百善 好了 只能消消你的灾 有什么用啊 那您说这个注重制 是不是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说 我们在注重制 就跟这个人用心的去讲 帮他提升境界 最后如果说的真的 就学得非常好 一门精进 然后又出六道了 等于度了一个人成佛 所以这个功德也很大 所以一定要注重这个制 对 我问你啊 举个简单例子 你这个人拼命做好事 那是你的量 那是你的本质不好 那你的质 那你做的好事 就质量就差很多 你就本质里面不是善良 只是一个善事 听得懂了吗 如果你这个人 从本质里做的好事 做的善事出来的话 因为你是菩萨 你做出来全是功德 是为众生的 明白了吗 明白 好的 那这里就是成佛 我们说度一个人成佛 这个说它是真是成就佛的果位 还说它是 只是出六道 就能算成佛呢 成佛没有看的呀 你你学佛学的 学的好的话 也叫成佛呀 哦 那就学佛学的好 这个就是说 基本上 今后我们就一定能成就佛的果位吗 还说是大部分人会到达 升温道 圆阶道 哦 那不一定的 有果位才能到 到达升温道 圆阶道 没果位怎么上去了 哦 也就是说 你只是学佛 还没有成佛 明白了吗 好的 那如果这辈子 我们就作为人 就很精进 非常精进的去学 可能我们跟师父差的 还太远了 但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 这么精进去学 就是说将来大概 就会就是能到了什么呀 不退转呀 不闲人呀 像你们啊 如果你只要不造新业的话 上天没问题的呀 哦 任何一个人只要不造新业 上天没问题 跟着师不学 那出六道呢 出六道你必须要出来救人呀 哦 你不出来救人的话 你不去救人的话 你出不了六道的呀 因为你单单靠你自修的话 人家要修多少事 才能到了升温圆圈 像你们一试 根本不可能到升温圆圆 靠自修根本小秤的话 你成不了的 小秤要修多少事啊 现在只有大秤的方法 才能直接出六道呀 嗯嗯 好的 明白了 嗯 好的感恩师父 那还一个问题 就是说您看初同的时候呢 您一般只说同修的业障比例 从来不说大家功德做了多少 是不是为了保护同修 不要有功高我慢 然后就是还一个就是说 如果 因为功德 他很难计算 你当时计算了 他会变掉的 因为功德时时刻刻在漏 时时刻刻在变化 比方说你刚刚做了件好事 你骂了一个人 你功德就没有了 哦 火烧功德灵们就这样 为什么你叫我看功德 就算我现在跟你说 哦 你百分之九十 你过一会儿 说不定百分之三十了 哦 看什么 有什么好看的了 哦 明白 就变 就很容易变化 太快了 无常 好的 那如果是不是说 如果说您说一个同修功德很大的话 会不会就是招来魔忌度 等于是也是为了保护同修 会的呀 你这个小鸭头很厉害的 你这小鸭头以后 要相当于过去有一个男孩子经常打电话进来 你问的问题蛮深的 以后好好的 好好的研究研究 多问一点这方面的 对大家都有帮助 小鸭 傻姑娘 哎 好的 好的 但师傅我不是澳洲的 那个如果我 管她呢 不是我能打通师傅 你经常打通师傅电话吗 你不是挺好的 经常不打通 我现在给你加持们就经常打通了 哦 不是澳洲 不是澳洲就 不是佛友啊 你不是有分别心啊 你自己有分别心 我都没分别心啊 对不起 因为这边太远了 我觉得打过来的信号太远了 很好啊 我听你很清楚啊 而且你这脚丫都脑子特灵啊 没办法了 跟你上辈子有关系的 特灵嘛就是感情不好啊 不懂啊 我知道 您说过我 是的 好了 好 我一定注意 好的 感谢师傅 那我今天不问了 感谢师傅 师傅保重生气 好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吧 我们下车就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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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